这是一条很长的视频 记录了我们在这个游戏里从0到1 然后从1到0被大哥打退伏的整个过程 上次我们兄弟三人被老外在安全区给堵了 上演了一波黑帮火拼场面 最后两败俱伤 敌我两方两台车都被撞下海报废了 不过庆幸的是 可乐跟浪姐两个人活下来了 而老外他们全部摔死 还送了两背包的物资给他们 然而我最惨了 因为没钱复活 我被随机投放到了雪山地区 不过刚好 现在正是找车的最佳时机 因为报废了两台车 就意味着系统在不久会刷出两台新车 所以我们兵分两路一起找车 我在雪山地区找 沿途经过了两个小镇 又去了矿场 最后来到了信号站 所有可能刷车的地方都找了 车道是碰见了 但都是车咕噜 根本没用开不走 根据我目前在雪山一路腿过来的经历 在这里找到可用的车几乎不可能 于是我转站地宝开始进货 先搞点钱复活用 然后我就进了一趟地宝 就运了满满两背包的物资出来 紧接着我把两背包的物资 拖去商店全部卖了 总共收获了一万多大洋 现在复活的钱 绰绰有余了 然后我只保留了一把弓打上尸用的 还备用了一把小手枪 专门放老表的 经过差不多三个小时的努力 我总算是稳住了脚 而同一时间呢 浪姐跟可乐他们又在干嘛呢 他们把老外送来的福利 也全部拖去商店编买 依然还分了几千大洋 接着从海边商店出发 第一站的目的地就是专场 他们来到专场后 不出意外 同样也没有车 接着又来到了汽车坟场 这里除了密密麻麻的废铁 毛都没有 又去了疗养院 终于在这里看见了一台车 不过结果跟我一样 又是车咕噜 根本没用 然后他们就地在疗养院搜刮了一波 也收获了一杯包的药品 这些药品总价值也上万 然后两个抠角大汗又跑到了河边 补充了点水分 顺便洗了个衣服 又晒了会太阳 不得不说 这两个卡拉米玩游戏的方式是真的休闲 晒完了太阳 这两个卡拉米终于折得上路了 他们的路线是从B0一路找到D0区域 我们三个人的计划是在D0的木材场汇合 不过他们在前往下一个目的地的时候 碰到了有趣的事 他们刚来到B1小镇 顺路又搜刮了一波 浪姐更是欧皇开局 搜的第一个房间就出了稀有道具 然后这两个卡拉米尝到甜头后 打算在这个城镇地毯式的搜刮一波 结果不小心触发了失潮 注意看这里 当时这里的萨石朝着别的方向 而且旁边的地上还有老乡的装备 说明这里当时还有别人 只是这两个卡拉米自己没发现 而且他们为了活命最后选择了开枪 清空了弹架 但他们又忘了 开枪只会吸引更多的上市来 不过这次他们俩学聪明了 我没子弹了 我也没子弹了 快吧快吧 去去去 去那边去那边 我有个锁 我有个锁 吃一欠 掌一智 可乐经过上一回被关的经理 现在学聪明了 他们躲进了系统房里 然后再给门上锁 这样上市就不会进来了 不过他们以为摆脱了上市就安全了 可他们不知道 危险正在悄悄的靠近这里 两个人在这里恢复上市足足休息了五分钟 正当他们准备撤离的时候 猎人已经久后多时了 锁卸了没有 没有 有人拿我 完了我缺了 哪里人在哪里 不知道我没看到 上市追他去了 他应该在那 看一下 我看见了 他过来了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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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死了 可乐不仅尬了这个脑袋 还帮浪姐扛住了成敦的伤害 但浪姐因为挨了两喷子 已经大惨了 最后还是被上市给团灭了 上下他们有钱复活 而且复活区域离案发现场特别近 第一时间就赶回来舔了包 还把老表的包一起分刮了 不过这段小插曲 依然没有结束 他们舔了包后马上扬舱而去 结果他们还没跑出这个城镇 刚刚那个老表就赶回来了 哎 有人 对我刚刚那个人呀 好像就是他 追他 追他 怎么不完全阵炮呀 算了算 我觉得别追了 万一他有队友呢 怕什么 有人一起给他嘎了 你用弓箭射他能不能射到 等一下 哎 他跑远了 他好像没体力了 他好像没体力了 我也快没体力了 他好像跑得没有我们快 我这工的帮数太低了 爬不到 直接追吧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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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卡拉咪爆仇了 还觉得不解恨 可不仅把这个老表给剁了 还烤上了 对啊 哎呀 把我吃醋了 经过这小段的插曲 我们的会合时间又被耽误了 他们沿途又去了两个城镇找车 结果依然没有任何收获 最后花了差不多四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三兄弟终于在木材厂碰面了 而且有个好消息 木材厂刷的有一辆车 但是这辆车很显然是一台残次品 只有一个车门 四个轮胎都没有 还少一个电瓶 虽然缺胳膊断腿的 但好歹有发动机 我们可以把它组装起来 所以这是一个喜庆的事 必须拉一坨庆祝一下 那现在找到有引擎的车 总算有目标了 接下来就是要去找配件了 我们目前在这个位置 雪山地区被我找过了 浪贴他们途径的地方 也没有找到有用的配件 所以我们计划往地图的左半部分走 而这次我们的行动路线主要是穿插树林 因为这些树林经常有老表建的家 甚至还藏着有车 所以往这些地方赶路 经常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 十几个浮在空中的储物柜 地上还摆得有这么多物质箱 关键每个箱子都有东西 有些上锁了 有些没上锁 当时我们的第一反应 这个家应该被人拆了 这些东西都是遗留下了一些废品 但我没想到这箱子里 居然还有一个我们要用的轮胎 而且这些上锁的箱子我打开后 发现里面的东西都是一些建价材料 没什么太贵重的物品 但后来我发现事情好像不是这样的 因为浮空的箱子 我们想要拿到里面的东西 就必须搭楼梯上去 所以我在这里尝试放领地棋 结果这个地区受限制不能擦棋 后来我才反应过来 这个家主人可能是退服了 因为基地一直没有人维修 所以这个基地是属于自然销毁的 而版本更新后 这个地方就被限制建价了 所以这十几个储物柜 我们怎么样也拿不到了 但总算还是有一些收获 这些箱子里还有大把建价材料 可以留着日后我们自己建价用 然后我们三个就扛在箱子转移位置 结果都还没走出这片林子 果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可乐踩到地里把我一起给炸死了 我们两个一人浪费了一千大洋复活 才换回来这几个箱子 然后就把稍微有用的东西转移藏了起来 还留得有一些砖头 比较重我们扛不走的材料 就全部丢在前面这个房子里 然后给这个房间全部上锁 等我们有车了再回来取它们 到自己排在第一位的目标 还是找车的配件 我们在第一个城堂里找到了一个轮胎 然后又在车库里找到了一个右前门 紧接着我们来到了C3大城 在超市门口又发现了一台车 这台车有一个轮胎 还有两个车门 然后我们深入大城内部 在这里又发现了同款车型 这台车不仅有两个轮胎 车门 还有一个驾驶座位 至此我们终于凑齐了组装车的所有配件 还多出来一个轮胎 然后我们又腿了40多分钟 跑回到木材厂 把那台有发动机的车全部组装完毕 在找车配件的整个过程里 我们总共花了三个多小时 搞到车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加油 然后在沿途把那些车门 以及多余的轮胎运回来 然后这辆刚组装完加满油的车 我开了还不到10分钟 车都被你开坏了真的是 真服了 你是不开飞一个轮胎 你都没法开车 轮胎被我开爆了一个 不过没关系 我们还有一个轮胎 本来我们就是顺路去拉这些配件的 我们首先回到了小镇车库 给车装上了右前门跟备胎 然后又回到了大城 把存放在这里的左后门跟副驾驶座点 都给安装上了 这下这辆车算是彻底的组装完成了 不可能是因为我开车风格比较飘的原因 这辆车开了又不到20分钟 呃 哎呀你这傻呀 你能不能开车呀 你车机不好还冷玩飘你 我真笨蛋不能开车 能不能行不行我来 我们只配坐三轮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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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坐四轮 其实这个环节的素材我并不想放出来 就是怕观众老铁们说我水视频 但就是因为这个爆胎的缘故 才改变了我们接下来的计划 因为这附近已经收不到轮胎了 而这三个轮胎的车开出去很容易出问题的 所以我们打算先建个家 把之前藏的那些建家材料全部拖走 然后就近在木材厂附近悬了块风水宝地 第二天 我们加班加点的终于把基地给干成型了 而且基地门口还放满了地雷房子老表来拆家 不过我们现在遇到很棘手的问题 我们只建得起两极家 外墙甚至都是一极的 因为我们需要大量的铁片才能升级建筑 光靠人力搬运太费事了 而且我们的车又缺个轮胎 把这台车开出去又太危险了 所以第二天我们的目标 继续腿出门找轮胎 第一站就是木材厂 因为我们家就建在这个资源点旁边 所以这里是我们每天必打卡的地方 这里有修车间 所有的汽车配件很大几率都会出 旁边的小房间还有几率出螺丝刀 所以这几个房间我绝对不会错过 然而这次运气不好 什么收获都没有 但请记住这个房间 因为之后会有惊喜 然后我们就继续往大城方向找 上次在那里找了两台车 这次还想去碰碰运气 不过我们腿了20多分钟 刚要到大城就来事情了 我靠 这里来人呢 家里进贼了 有人踩地雷了 我们家才建起来第一天 就被人光顾 说实话我当时内心慌的一批 于是我们又腿了20分钟回去守家 不过到家后才发现 原来是虚惊一场 这是一个小白踩了雷 可能是刚进游戏 凑巧复活了在这边 而刚好又看到了一个基地 结果好奇心让他自己领了盒饭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段插曲 才让我们发现了有趣的事 我们再次出门找轮胎 顺路又去了趟木材厂 看看刷新物资了没有 结果你猜怎么着 修车间旁边的小房间被人上锁了 里面还铺的有床 更让我惊讶的是 旁边居然停的有一辆车 当时我以为是系统刷出来的 结果这是玩家的车 而且上锁了 并且我只有一把螺丝刀 根本撬不开金锁 但可以肯定 这台车跟这个房间脱不了关系 于是我把家里仅剩的两颗地雷 全埋在这个小房间门口 但因为当时天马上要黑了 三个人就我手上有一把小手枪 而且我们也摸不着 这台车主人的心理路程 不敢随便在这里逗留 于是我们转战最近的地堡 希望在那里能收出来枪或者螺丝刀 结果不出意味 没有收到我们需要的东西 但还是每人背出来一满包的物资 接着我们就马上运回家 这一幕你们可能有点懵逼 为什么多出来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刚刚那台车的主人 因为我们回来的路上 我忘记录屏了 错过了他出现的珍贵素材 所以只能给你们口述前因后果了 这个老表不仅踩了我们 埋在房间门口的地雷 而且我们回来的路上碰见了他 还揍了他一顿 但最后把他组进小队的原因 是因为他把车送给了我们 送给我们车的理由 他是个独浪玩家 一个人玩太无聊了 而且玩游戏的时间也不是特别固定 所以想加入我们 说实话 玩这个游戏除了自己的好友 我不敢随便跟陌生人组队的 至于什么原因 老玩家应该都懂 但当时这个老表告诉我 国人不骗国人 并且可乐自从这个小哥哥出现后 他说话都开始不对劲了 小哥哥 你真的是好人吧 我应该还算是个好人吧 于是我们队伍就变成了四个人 我们一起发育到处搜刮物资 下地堡 囤积材料 壮大实力 就这么稳固的发育了一个晚上 第三天 终究还是藏不住了 我们所在的服务器被水友挖了出来 并且还有一位阴间老铁 在我家旁边插了领地旗 还留下了一些暖心的问候 这位老铁还送了台单车给我们 说实话 我真谢谢你啊 我们自己这两天稳固发育 以及积攒了很多物资 看看 这一箱全是修理工具 这个箱子全是硬货 爆炸物 牛蛋炮 开锁工具 都在这里了 这个柜子是专门放狙击枪跟手枪的 还有一个专门放步枪跟冲锋枪之类的 以及一些药品 装备 虽然谈不上负 但也够我们几个人生存了 然而今天的任务还是找车 为什么又要找车 因为有一台车被大门家报废了 如果只有一台车的话 万一被人打劫了 家里又没库存的话 想搬本都难 不过在找车之前 我们要去挖宝藏 因为有一位真热心老铁 他每天在给我们悄悄搜刮物资 于是我就来到他给我标记的地点 但因为这个地点我找错了 在这里找了半点也没找着 算好他当时就在这附近 而且我在来的路上就碰见了他 不过当时我以为是溃平的黑粉 结果我还把他给嗓了 看看 这就是这位老铁给我们收了一天的物资 全在这儿了 很多螺丝刀和开锁工具 为我们日后的宏伟计划 又添砖加瓦了 来 找三兄弟给刀仔磕一个 过来 下四 一 二 一 二 三 磕一个 感谢老铁 感谢老铁 拿完了保障后 我们三兄弟就打算进大城搞一波 因为刀仔说他每次来大城都有人 经常被人在大城里给溜了 甚至有一帮大团队经常扎根在这里 所以我们就来碰碰运气 看看能不能单车变摩托 而且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来找车的 大城就经常刷车 刚好这里刷了一台我们要的车 也正是因为刀仔的提醒这里人多 所以我都是非常小心翼翼的在这里前行 结果果不起然 让我在这里碰上了今天的第一次遭遇展 我的刀呢 不是吗 真有人 咋啦 真有人 这么多人呀 你没啦 没没没他还在 反正我刀不见了 刀你不刚丢那吗 别说话别说话 我要听声音 先打架吧 他跑了 别走马路过来别走马路过来 往左边绕一下 你们往左边绕一下 在我脸上 就在围圈外面 后面 在打着 最后面能看到这 我那没子弹 快压上来 别别舔包别舔包 说不定还有队友 我先躲一下我最料下伤口 哇这个人蛮猛的 我给你抓 我稍后有三级脚 不然还不一定打得过他 干了这位老表后 我们本来打算再蹲一波的 但就在我刚刚跟那位老表 附欧的时候 公屏上同时有四五个人在问 是谁在大城开箱 能听到我们的枪声 就证明这里确实很多人 我们准备的也不够充分 在这里打伏击不现实 君子不立威强之下 要懂得省时夺势 所以我们三个人决定 溜 从大城出来后 没有碰见了空头 而且是刷在脸上的 简直是白给啊 好啊 我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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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了 大罗大罗大罗 给我一把大罗 咋还许愿呀 我愿用可了十年的说明 欢迎把大罗 我去你的 抢完了空头 我们又一路南下 在一个荒郊野里 终于发现了一台有引擎的车 不是 连夜到处找车 在靶场又找到了一辆有引擎的来卡 可是缺的配件太多 有没有转站多地拉配件 有啊 有红绒工具啊 哎呀 我先把车弄回去 这车又卡住了 反转了 把它撞一下 哎 哎 哈哈 你不要进化 哈哈 你干什么 我一来就看到你们在表演特技啊 啊 最后南边地区都早变了 还是差两个来卡的轮胎 于是我们决定回雪山找 可是在半路上 你卖 你车上这么多东西 你没东西啊 啊 玩独子 我又换了一个胎 啊 哈哈 你怎么又换了一个胎啊 啊 首先声明 我来的车技可能确实太飘了 但这个皮卡的轮胎是真的豆腐渣做的 动不动就爆胎 搞到最后没办法 全程倒着开 所以这个车型跟我无言 我打算拖去商店直接卖掉一台 但也正是因为这趟商店之旅奠定了我们退伏的前兆 我们来到了商店 先是把爆胎的那台车给卖掉了 然后再把这些天收完来的物资也全卖了 不过我在卖东西的时候出问题了 什么都没卖 我这也没有什么卖的 嗯 啊 武器店这里居然怕这个老六 顺走了我三千多大羊的物资 接着浪姐那边也来事情了 浪姐卖完了物资去银行存钱的时候被人给赌门了 扬言不给两千大羊不让路 这简直强暴行为啊 而且我人浪姐中途上下线过几次 这人依然还堵在这里 所以我可以百分百确定 这人当时在窥评我们 紧接着可乐跟我说 这两个人很眼熟 经常出没在商店附近的小镇 可乐还被他们嘎了几次 而且他们还锁了个系统房 里面放的有不少物资 那这下肯定不能原谅他们了 必须把他们家弄了 接着我跟可乐来到了这个小镇 这里果然有个家 窗户都封死了 而且里面还有人 这不在里面吗 里面就有个人啊 小心点 没砍到他了 继续砍 漂亮 在家里呢 要不然是他别出门了 他家里有户户床 他说算了 那我将家给 叫我给他1500 我没理他 看有个密把锁 我们前前后后 跟人家开锁差不多 花了半个多小时 但是浪姐依然还被堵在安全区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一直没人来打扰我们 这个系统房里的物资 全是撒蛋 这一看就是个炼体房 唯一上手的箱子我打开了 结果 比我们还穷 看来我们可能搞错人了 但家都已经操了 我们总不能空手而归吧 于是就顺走了这个老表 稍微值钱的东西 准备撤离 结果我们刚启动车 准备开溜的时候 被人埋伏了 可乐被打下来了 我也挨了一枪 算好只是擦伤 侥幸逃过了一劫 而且这里不止一个人埋伏我们 不知道你也撿不回来了 还有个人 完了完了完了 有点悬了 虎口脱险 极限投身了 稍好埋伏我们的这些人枪法比较感人 少了一圈都没把我打下来 最后我安全的逃回了家 直接原地下线 第四天 没错 我又一贫如洗 变成了一个小白 而且我现在正在努力的往家里推 并且还有个很不幸的消息告诉大家 我们的车没了 是一台都不剩了 不过别慌 马上有大哥给我们送车来的 看 就是下面这台车 我们的 而且给我们送车的这个人 就是昨天晚上商店堵浪街的那个人 这个人也是跟下午前我们车的那伙人是一起的 但我并不想要回这台车 我觉得车丢了就丢了 这本来就是游戏的正常禁忌 虽然我们既不如人 但也不会接受这种施舍 而且我最后把这个送车的人嘎了 原因是他太吵了 一直在这里按喇叭捣乱 怎么样是要把车翻给我了吗 这车我不要了 你自己开走吧 好吧 这车我不要你自己开走 不要在这里按喇叭 给他说了几次也不听 一直在这里炫耀 所以最后我就直接嘎了他 顺带还把车给炸了 我们轻便腿着玩这个游戏 也不接受大哥的施舍 然后可能是因为我不领大哥的钱 导致他恼羞成怒 直接开大招来打我了 什么车飞车 哇哦 是昨天在门口想 想让我交2000块钱的那个人 看看 这就是大哥的绝招 直接给我们表演了一个特技飞车 然后这个大哥就在我们家自由飞翔 甚至再过几分钟 我们家都要快变成他家了 他可以自由进出我们的家 然后再悄无声息地嘎了我们 不出意外 最后我们被打退服了 我们三兄弟 甚至自己不配以这样的大哥做对手 于是我们又换了个服 重新开启远征计划 重新开启远征计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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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